大家好 今天的Gudget Live 大家就看到我們跟平時有些不同 除了場景大了之外 其實今天我們是一個新的嘗試 跟大家做一個錄播形式的製作 希望透過錄播方式 可以把內容和製作做得更好 雖然錄播形式 我們未必可以即時做一些 和大家互動的對答 但如果大家看我們的節目 無論是Facebook也好 或者是YouTube也好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或者想和我們交流的 也可以在我們的影片的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就算不可以即時回答你也好 我們都會盡快在節目裏面 或者在Facebook下面我們會回答你 今天先回到正題 今天有Lawrence 有米奇 以及鏡頭醫外 Roman 我們三個準備講一個接近10萬元的預算 去玩一個豪華版的輝仙體驗 其實輝仙的節目我們做過很多集 有時候都有些特別的配置 今天我用電視和大家玩 之前很多時候可能用螢幕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去年我們都用過一些4K電視和大家玩的 最初推出的電視和大家玩的 也都有用過8K電視和大家玩的 今年就用了今年2021年的Samsung的NEO QLED的8K電視和大家玩的 今年的Samsung的NEO QLED和去年的QLED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最重要是今代的Samsung電視 就加多了這個遊戲模式 其實去年的Samsung 8K都有遊戲模式 但是那個遊戲模式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Game Mode 可以走到4K120的Refresh Rate 但是今年的Game Mode 除了有4K120之外 有一個很特別的模式 就是它可以將電視的解像度 如果你在Game Mode裡面搏了電腦之後 除了Full Screen的16.9之外 它是可以選擇做21.9 甚至乎32.9 等於可能你買了一部電視之後 你家裡隨時可以換變成21.9的螢幕 或者32.9的螢幕 而那個模式不是就這樣 將畫面切細了不簡單 而是它是給電腦一個Signal 告訴電腦這個螢幕的解像度是這個比例 從而令到電腦遊戲 可以輸出那個比例的畫面 等一會的示範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轉了不同模式之下 究竟電腦遊戲出來的畫面的分別 不過我們在玩Fight Sim之前 我們不如介紹一下有些新的東西 就是華石最近突然插手去搞直播的平台 這次出了一個Capture Box 不如我們先讓Roman去介紹一下 好 麻煩你剛才羅倫斯和米奇的介紹 我是Roman 今天跟大家介紹 就是華石首款推出的Capture Box 它的名字叫CU-4K30 正如其名 其實這款產品最多可以錄影到4K30的畫面 雖然4K30的Capture Box在時面上也有不少 但它最特別是它在Password或錄影功能上也有很多元化的設定 在錄影方面它雖然只支援4K30 但它也可以支援HDR的畫面 同時它也可以支援2K60和1080p60的畫面 Capture Box來說算是中上游的產品 另一個優點就是它是用USB3.1 Gen1 Type-C去連接 所以當大家玩遊戲的時候就不會有特別大的延避 如果你是用低價的Capture Box 你可能會發現 雖然我正在連接電腦以及一些遊戲機 或者我用它連接的時候 你會發現 為什麼操作上可能會有零點幾秒的延避 因為如果你是打開競技遊戲的朋友 你會知道差了零點幾秒 你明顯會感受到 因為那一刻的延遲會影響到你的勝負 尤其是一些可能玩槍遊戲 就算看到敵人 你看到它按了一鍵 但它延遲了零點幾秒也可能會輸 那用這款產品連接的時候 就是因為它用了USB3.2 Gen1 在連接的方面 連遲會比較低一點 方便一些競技向的玩家 同時它也是Password功能上十分之豐富的 在Password功能上 它支援到4K HDR的 錄影和Password 在遊玩的同時也支援到2K的 我看一看 也支援到2K的144HDR 以及在Full HD的時候 在黑黑面有標明 支援到240Hz的Password Password是你眼見的畫面 和你錄影的畫質是另一回事 也可以確保 即使我正在用高Film rate的畫面 即使它是規格 最多只能錄到60Film 但你硬件就可以用到240Film的畫面 可以確保 有時你用直播也好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遊戲也好 你玩的時候 其實都十分之佔用硬件 在Capture Box 就可以做一個水壩 或者是一個分件去處理 你平時想錄影所需的硬件流量 去減輕你電腦的負擔 可以說 即使你電腦在不強的優勢情況下 你也可以暢遊 同時也錄到你想要的畫面 這也是不少遊戲玩家 為何用Capture Box 與此同時 因為一些家用機 其實是不支援直接錄影 或者要做直播的 這時候你也可以用Capture Box 把主機連接到Capture Box 再把Capture Box接到電腦 去拿它的畫面 去進行遊戲直播 那就不如來和大家實際給我畫面 因為我現在後面 就是在用這期比較熱門的窗遊戲 APEX Legend 雖然它不支援HDR畫面 但是我們現在 這款144Hz的螢幕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畫面 後面的電腦訊號 都能吃到它 現在是一個144Hz的D-Rise 所以我們在正常情況下 雖然大家在錄影的畫面 未必會看到 我們現在可能 動動的時候 會有144Hz的效果 我只能用口述和大家說 我們在開始之前 其實剛才都試用了一次 在連接Capture Box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在Full HD的情況下 可以用144Hz的畫面 順利地遊玩 如果說它是這款產品評價如何呢 如果就我將心比幾下呢 因為它是作為華碩第一款Capture Box 它的規格上 其實都是屬於市場上 一些中高階的Capture Box 所以定價都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是本身想買Capture Box的朋友 或者對華碩前後俗中的朋友 會留意它價錢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有這款前車資格 華碩之後會出一些比較中低規格的Capture Box 去給予一些 想要便宜價錢的玩家 暫時還未知道 但它這款Capture Box 可能不會對市面上 可能一些Capture Box的龍頭大腦 例如Alpha Media 或者Razer 本身有出開Capture Box的朋友 可能會成為第三個 或者第三四個這些原本品牌 如果你可能不想買兩個孩子 Tub Gaming出的Capture Box 就會是市面上一個新的選擇 那你說我可以不可以 我就會覺得它小小的 挺小的 還有一個優勢的 就是它是因為 它本身很多Capture Box 你買開都是偏膠制的Capture Box 可能你放在桌面的時候 它會不方便動動 但是這個Capture Box 它本身是一個女制的Capture Box 有一定份量的同時 它底下有四個膠制 有四個膠腿 那麼就可以佩固在桌面的同時 就是有重量的一同時 也有防滑膠腿 你不用怕 可能 universo動作個心 可能一一ty會立即會 就是不會を飛走的 那我用某個牌子的capture Box 因為本身都有在 recompense 有一個推 Arrow 我玩的时候,整个都吞动了 整个都铝制 看上去外观Sharp 也可以让你稳固地在桌面 我觉得是这个产品的优势 同时它也有RGB灯 如果它告诉你当前的状态是怎样的 你也可以安装一些软件去辅助 根据官方介绍,Capture Box最适合的直播软件 就是OBS Studio 如果你本身是用Steam Lab OBS 或是Experit的直播软件 未试过会不会有完美的相识 但根据官方介绍 如果你想设定做六镜HCR 设定做6-120PW 最好记得用OBS Studio 我今次CU4K31的介绍就到这里 事不宜迟 不如换迷奇和Norlon 介绍一下辉宣 到底效果如何 好了 Norlon介绍完华锡 第一个Capture Box 今天我们有很多 很多内容 很多新东西 很多古灵东西 可能你会觉得可不可 但我们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顺序 这次我们要介绍 这次我们要介绍 相信有玩Maker的朋友 或者Steam的朋友 都会知道 其实年初 RasperiPi出了自己 自家研发的chip set 就是RP2040 就是这一块 RP2040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玩Linux 搞些类似 Ordreno 其实有很多用途 但这块板 其实是 试金石 然后很多厂商 就相计用了这粒 新的chip set 来推出他们的开发版 但近日看到的产品 很多时候都是 有个问题 就是RAM少 然后又没有WiFi 又没有Bluetooth 有很多 觉得不好玩 不够好玩 有什么 我自己都玩开 我自己现在玩开 都是ESP32为主 直到刚刚最近 Ordreno就出手了 第一次 就是Ordreno 和RasperiPi 可以在同一个新区里面 就是出了一粒 新的MircleController 这粒 就叫做 Ordreno RP2040 Connect 这块板 它给原装RasperiPi出的版本 多了很多东西 首先RAM多了 16Mbps 然后它有WiFi 有WiFi 有Bluetooth 4.2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麦 跟着麦 还有一个陆续的IMU 就是说 大家可以拿着这块板 可以做到 譬如说 用来控制 扭动这块板 可以用来扮演一个 Joystick 或者扮演一个操控 所以就很多玩法 那现在这块板 正式开卖 寄到来香港 可能有些做Maker的朋友 就会想想 我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我昨天晚上都被人问 你用来做什么 那我突然间升起一件事 那我们今集的主题 就是飞仙 飞仙最近有什么新大事呢 最大件事 原来最近 3月开始 就有个叫做 Hyper Performance Group 的组织 就出了一个直升机 因为其实 其实飞仙原本 是2022年 才会有直升机 大家等不到 有个群组织 就开发了一架直升机 就是Airbus H135直升机 经过两个月测试之后 这架直升机 就正式出了它的1.1版本 正式出了 大家很开心 刚刚在5月30日 但是我相信 如果有飞仙又想玩直升机 有很多问题 玩和这块板有关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香港比较辛苦 如果你要组齐全套 操纵各飞机缸 又手制又脚制 脚踏就很贵 很多人玩飞仙 玩定义机 都是用Xbox手制玩的 我家里主要是Xbox手制 虽然我有充满 但是用Xbox手制玩直升机 就很头痕 很头痕 就是什么呢 直升机的操控和定义机不同 他们需要升降的时候 就有一个叫Collective 就是像我们的手制 但是如果用Xbox手制 如果我们现在用Xbox手制来玩 官方就教你 不如你把原本控制的Viu 用来控制的Viu 用来控制的Viu 转去做Collective 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 你一来不能转Viu 对于喜欢看风景的人 就觉得很辛苦 另外就是很容易令操作混乱 因为冬孤制始终是无限方向 是的 搞得很乱 所以我们现在想一下 究竟我们可以如何改善 就算用Xbox也好 如何改善我玩直升机的操控呢 我们就想到 不如这样吧 我们就用Micro控制 来做一个Collective 这样我们就可以 既保留到冬孤制的Viu 又可以用来玩直升机 玩得好 所以我们现在 刚才大家看Capture Box的时候 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有一支牙签在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用了一块 Alderino Micro来做的 违理collective 牙签collective 那它的优势 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很便宜 六十多元 它可以在牙苗街买到的 加多这些东西 我相信一百元以下 绝对可以下楼 但是可以令你有多一支 违理的手制 这支违理的手制 就是用牙签 我们用牙签做collective 是否很奇妙呢 一会儿可以进入游戏 一会儿可以进入游戏 一会儿看 Samsung 的游戏 游戏比较 来玩斐游戏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们 用这支牙签collective 好 我们稍后会将这个程式码 和摄像图的做法 放在网上 让大家可以下楼 去下楼 如果有兴趣可以跟随 如果大家未知 究竟AIRBUS直升机 可以在哪裏下楼 其实下楼的网址 就是在 FightSim.to 大家只要搜索一下 AIRBUSH135 便会找到 其实最近都很热闹 如果有玩开FightSim 都知道 现在飞亚伊比斯3 现在这架算是整个FightSim版图里面 唯一一架 第二架 第一架是这架 然后有厂商出了给钱 有架叫BELL 47 这架也有很多人玩 因为它是第一架直升机 是有基本的 因为现在FightSim未正式支援直升机 它只是尽力去做一个Fight Model 尽量似一架直升机 当然有很多可能值得改善的地方 就要等Microsoft正正经经去支援 这是2022年的事 我们现在可以先玩这个 也有很多厂商朋友 都支援了很多东西 例如它的材料 叫做Livery 很多很多 也有很多人在地境 提供了很多直升机场的位置 一方面我们要谈谈这架小型机 二方面我们进入主题 就是看看Samsung Neo QNET 8K電視 我们厂商赚得了的情况下 我们用到最顶级的系统 首先是i9 10900K 接着我们插了一块SOTEC 3090 虽然不少16GB 2万多 所以我们计算数量 水冷所有东西都齐了 机箱 LGB机箱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套应该接近10万 你这部电脑应该是4万元内 应该是i9 加上差不多 差不多 5万可能要 只需要2万多 电视是6万左右 当然是街界有些discount 加上around 差不多是10万左右 这部电视是占最大那份的 虽然是 但值不值呢 稍后大家可以再看完之后 可以自己判断 好 米奇就介绍了这个直升机 好了 接着就讲讲电视那部份 长话短说 因为要讲电视 另外开一集都不够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讲一讲 这部QLED的8K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 今年用了这个mini LED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们的节目 有留意 我们在讲iPad Pro的时候 其实也提过 mini LED的一些优点 最重要的是 它本身的发光 背竿是转了 用mini LED的火粒 那就会是细了 密了 在密度高了之余 其实它的厚度也是薄了 所以就是说 在同一个backlight的背景后面 在电视机的屏幕后面 它可以用到更加多的 LED的 我们叫做灯的 背光的光源 密了 光了之余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其实 LCD 电视 或者是 现在我们讲的 LED 或者QLED 就是这一类 需要背光的电视 其实它背后的光源 是做一些分区的区域 只要那个区域 当分隔越细越密的时候 它那个控光的能力 就会做得更加精进 就跟OLED不同 OLED 因为它本身 每一粒Pixel 是会自己发光的 但是 LCD panel 来说 一定是靠背光 如果背光做得越好 那部电视的质素就会越高 当然价钱或者成本来说 也会越贵 但是用了mini LED 之后 其实可能那个成本 虽然现在暂时 都是一些高阶的电视 会用到mini LED 但是如果相对 如果过去 你要做到同样效果 是用回传统的LED mini LED 在这方面 的成本 是会做得相宜一些的 所以你会见到 今年的8K电视 用了mini LED 那些价钱 其实跟去年的8K电视 反而是有少少的下调 尤其是一些 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 有一些 开到小寸数 比如50寸 或者55寸 如果是4K panel 都是Samsung的 NEO QLED 都是用mini LED 半光的电视的时候 那个价钱 其实是一万多元 已经可以入门 那就不算很贵 这个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 用了mini LED 之后 打机有什么好处 我们等一会儿 入到游戏再说 现在最重要 就是说 其实这部电视 除了画面好之外 最主要就是 它有新的游戏模式 可以开开给大家看看 首先我们将电视机的画面 转到PC的信源输入 现在我们将电脑的信源 接到Samsung NEO QLED 8K HDMI 4的插头 其实今年Samsung的电视 也改了 去年来说 它只有一个插头 Support Game Mode 但是今年4个HDMI 都可以支援到Game Mode 好了 插了下去之后 基本上 电脑就会认到 那个电视 现在在行的 就是3840x2160的 4K解像度 就行到120Hz 有些人就问 为什么你不行8K 其实它上到的 但问题是8K 就只有30 8K60 所以我们现在在行4K120 8K只有60 只有60 但4K120 在打机上 是比较舒服一些的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用到 就算8K 也好 其实打机可以用4K120 这个模式 当然有些人会问 其实是否买4K电视好一点 其实不是的 因为出来的画面 其实画面的密度 画面的密度 真的会更多密度 等一会儿 你会看到 好了 广告完之后 我们就说回 游戏画面 现在是16-9 4K120 那怎么可以转Mode 其实都很简单 你可以进入Game Mode 这个游戏画面 你召唤回 这个游戏画面 这个游戏画面 今次的 Samsung Game Mode 就会多了 这个游戏的 工具列在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究竟 进入电视 游戏画面 究竟是什么模式 现在你会看到 在左手边 在左手边 就是在开120Hz 但HDR VR 已经是没有开 右手边 就是几个 你可以 选择 或者可以控制的 项目 第一个左手边 这个就是 游戏画面的 画面比例 现在是16-9 我们按一下 它会自动更改 螢幕比例 更改 螢幕比例 之后 其实是发生什么事 它就会告诉 电脑 现在 你可以 选择到 21-9 的解像道 如果我不选择 这个情况 我是选择 10-9 其实电脑那边 NVIDIA 但是Driver 就没有展示到2560x1080 这个解像道出来的 只要我转了模式之后 电脑那边 显示卡应道 它就会 当这个画面 是一只21-9的 的 monitor 它就会出到 2560x1080 这个解像道 这个如果 你玩一些游戏 你想要 闊少少的 那就可以 选择这个 比如一些FPS 这个模式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那个画面比例比较大 就是阔了之余 但是高度比较大 所以你就可以看 多一点的画面 但如果不是 你好像玩 徽仙那样 你想看 风景看多一点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 选择 做这个 32-9 那一样 我们call 它的 Game Mode manual list 好了 接着 由21-9 转到32-9 很快就转完 好了 现在你会见到 这个画面 就是32-9 的画面 就会多了 340x1080 这个选项 那就是 2比1 即是 打横的时候 仍然是4K解像道 但高度来说 就是正常 16-9 的一半 所以 你就会见到 上下 就好像 有条黑巴 但不要紧 你仍然是可以 再移动画面 是的 就是上下 那条黑巴 是不是 不要在正中间 可以移动一下 可以不可以 你可以在旁边 这个屏幕位置 你可以移动它 是的 我 坐近一点 看 例如我们在i-level 米奇坐在 这个i-level 好一点 对着 不需要高的头 你可以这样 我们这样试 等会玩的时候 好像这个高度会好些 好了 现在就是一个 我们开辉先 32-9 的模式 是的 好了 开辉先 我们在这个模式下 开辉先 一开的时候 大家会见到 可能有些 古怪的就是 为什么 一会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 我们刚才玩的 因为我们开玩游戏的时候 是未调游戏里面的解决度 所以一开玩游戏那一下 你会发觉 古古怪怪的 可能会有些 很古怪的状况 我们稍后看看 我已经开了 游戏里面的 开玩游戏模式 和规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 很贵 大家可以看到 比例好像不对 但其实 一来它是 其实是一条视频 因为它组绍了 那条视频 是用16-9的盖色 所以是不合 解决度 但是进到游戏 你会可以選 这样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右上角的 那边位 这个边位 那边位 一会儿到 Dir avaient mode 大家会看得更加 更加机会 非常威力 全部绿色 ribbon 全部是綠色的,120mm的 你玩輝仙真是夢寐以求 這個就是3090mm的功力 所以3090mm除了掘礦之外 就是幫大家運錢之外 實際用來打遊戲機都有好處 真的很無敵 好了,進去Menu 我們先看看 先把解像度移動 剛才2560mm,1440mm就是在電腦螢幕的解像度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裡有個32mm比較有解像度 3840mm,1080mm 我們就轉這個解像度 甚至乎8K也有 一轉了就很正常 同時大家會看到 很興奮 大家可以看到 哪有可能會看到周圍旁邊的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們這次現在正在行3090mm 所以我就不客氣了 把所有東西都放得盡 不會跟它客氣 所有設定都在Ultra 大家想想 如果你在用駕駛授給各位的電視 你應該不會看到左邊有個Menu 原來的Menu旁邊是可以看到Menu的 不用scroll幾下 左右也有東西 你會看到總間的一幅 正常16比9的時刻 這條隙子和那條隙子是看不到的 就要下一幅了 大家仍然看到 我們仍然保持在120Hz 雖然VSIM只有60S 就是這架Airbus 135 我們剛才介紹的時候說過 我們用的 為甚麼要做collective 先從機艙看看 雖然VSIM不動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顆棍 這就是collective 飛直升機的時候 我們很常有一個狀況 尤其是因為直升機可以Hoffer 可以定在這裡 其實根據牛頓第三定律 直升機是會自己自轉的 所以需要你不停控制collective 去穩定機身 這也是我們需要做一個collective的原因 我們進去看看 看看這個3090的威力 首先是直升機 大家要記住直升機玩 玩過的人都知道 直升機不要在跑道起飛 因為跑道是會 直升機所有東西都開了 是不會亂來的 一定是由cool and dark開始起飛 我們進入遊戲 這個就是舊啟德機場停機屏 大家會看到狗剪在右邊 我們很快進去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直升機 我們首先 如果玩直升機 就知道有模式 在這裡選擇了操縱模式 按綠色 如果你是用XBOX來玩的話 就要按綠色模式 另外我們還有一件事要做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做自己的手 在未起飛機之前 大家最好動一動它 大家可以同時動一動它 我們有一支直升機 這支牙籤直升機 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給同時按到油 在電影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扭動的時候 那支桿是在動的 證明我們這支操縱桿是可行的 我們可以回到操縱 看看 我們這支牙籤是怎樣的 實際上 它會認到是一個 Alderino Marco 我們就自己寫了一個小程式 很短的 十幾句而已 就可以令到Alderino和100K的可面電座 變成一個collective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教 這樣 使用直升機就會爽快很多 而且因為你使用直升機的時候 需要控制住這個位置 控制住油門 因為這個同時是一個油門 扔著電腦的油門 我們都說了很久 所以要快手起飛 首先我們按Ctrl4 上去 好 打電掣 打電掣 Avasion 接著 好 因為直升機起飛 就先打開了Prime 打開了Prime 接著我們就下回1 好 大家看到了 其實直升機是否比起平常 我們玩的定液機難控制 一點點難 因為直升機 我剛才說過 因為問你法則 直升機一開機 是會自己主動的 所以我們就要 最好 要有collective 首先腳掣 腳掣 變成在手掣的兩個trigger 就是left right的trigger 然後我們現在快手起飛 好了 我們現在的機器就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踩兩個腳掣 開始 我們的起飛了 我們collective 就要 我們一拉起手掣 就應該機器就開始比較好 大家看到了 我們上升了 因為我們現在用XBOX手掣來玩 XBOX手掣玩 我們用了XBOX手掣玩 就不用太多風 那些東西影響 大家可以再按出去看看 我們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推大這個油 我們看看 究竟這架qlap在32比9的情況之下 是的 究竟可以看到多少 32比9差不多是180度 就是180度你的視角 你現在看到半個九龍半島這麼闊的鏡頭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你會看到 雖然現在的畫面不是很大 實際上是在看半個 但是呢 下面的每一個 大廈 一些樓 又或者是 旁邊的山的樹 其實是會是很清楚的 因為如果你說 剛才我還沒開始遊戲的時候所說 如果你說 是不是我買個4K電視就可以呢 反正你都是在走4K120而已 但是當你入到遊戲的時候 你會發現 現在在8K電視下面 出來的樓下面 比如一些很細緻的 比如一些窗口 或者樹木上面的樹冠一粒粒 說這樣 這裡是很清楚都會見到出來的 還有用這個Mini LED的背光 你會看到那些大廈下面 其實那個桿圓是做得很清楚的 即是不會說 黑一堆 或者是很細緻的位置 就會黏一塊 這個就會看得很清楚 你Viuoko jur Anchor 你哭 好像好快就到了 因為你好快能見到 看着它從遠至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開直升機 我們可以去清馬那邊 你現在前進速度 其實跟定逆機沒有分別 沒有的 其實什麼分別 架起機那個下 變成直升機 是啊 譬如我進入機器給我看清楚 如果大家想Hovering的話 當然是拉高的機器 然後等它的高度調到0 即是低於20的情況下 現在是Hovering 大家的手掣應該會正在震動 還有要留意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拿籤手掣呢 因為如果你開直升機 這個時候你聽到震動 應該要拉給油 不然的話機器會向下跌 所以其實開直升機的時候 我們會很常常 其實是不停操作的 這樣我們現在 我們出去看飛機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畫面率那裡 綠色的 剛才我正在飛的時候 會看到黃色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Ultra 所有東西都是最大的情況之下 去到盡 大家可以看到 好清的 所有景都 剛才我們飛日本東京 整個東京都很清 是啊東京的版圖 是很細節 是啊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 很順 還有很寬 很寬 我們看到環境很寬 尖沙咀 你看完整個九龍 是啊 然後看到去昂船洲大橋 全部都看到了 這樣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用一架有32比9的電視 當然有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 老場都有32比9的螢幕賣 買一隻螢幕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一部電視 你反正都要買電視 你可以轉模式 在打機的時間 你的選擇是多了的 你買一隻螢幕就是一隻螢幕 你要另外買多一隻螢幕 所以這個功能 我覺得是 作為一個Game Mode 這個功能是有用的 而不只是 我多了一個4K120 就叫自己做Game Mode 這麼簡單 是啊 還有很光 是啊 我的感覺就是說 你買一隻電腦螢幕 可能要光的話 你可能 其實價錢都不會便宜 是啊 因為其實現在電腦螢幕 我想 Gaming螢幕 其實就好像沒有Mini LED Backlight 如果電腦螢幕 有Mini LED Backlight 那些 那些 專業的 專業的 執照 即是執照用的顯示器 那些就沒有 可能沒有 120Hz 甚至乎 可能沒有 這個 遊戲模式 就是讓你去選擇 都沒有32比9的 Mini LED 電腦螢幕 市面上 即是有 厲害的 但就不是 Mini LED Backlight 是的 好了 這樣 阿羅 還有沒有這個介紹呢 可以說到這裏 是啊 給大家看看 這個效果 現在我們飛到去 青衣 是的 左手邊就是青衣 右手邊就是 全溫海賓花園 這裡就是 是的 那麼 香港的地圖 是比較失色一點 我自己覺得 那些大廈的 Tecture 就沒有做得那麼 日本那些那麼長震 即是那些課金的地圖 那些就漂亮很多 香港就沒有課金地圖 香港有課金地圖 香港有課金地圖 全香港的 現在是課金地圖 現在這個是課金地圖 現在這個是課金地圖 就是流流的 現在這個是課金地圖 現在這個是課金地圖 流流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 那就是示範了幾樣東西給大家 包括有這個電視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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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華碩的 4K 的Capture 也都給大家看到 3090開4K 120 遊戲的威力 大家應該一直在我螢幕上看到我們 現在見紅是CPU 是CPU 但是下面那四項 即是說Display Card的數值 都是 最多是黃 最多 間歇性六黃 都未是長時間黃 都是幾下 所以很厲害 努力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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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一個很豐富的Gadget Live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打輝仙 或者對電視機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 問我 或者米奇都會回答你 好 今集Gadget Live 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玩其他東西 好 拜拜